歡迎回到6月4日的流亡也風流 今天找到一位嘉賓趙博,不需要多介紹 趙博,我上次去了你家做了一個專訪 一個對談 在你上面那塊牌匾,口得再密 我記得你上次說,我是你第二個嘉賓上來做訪問 非常開心 跟趙博約了很久 其實今天是6月3日,是端午節 其實這個6月都發生了幾多事情 首先今天端午節,也是雷王登基70周年 就是史上,英國可以說是史上最長年份的一個皇室 這個皇位的時期 那麼你有沒有帶小朋友出去玩? 有啊,今早早我們出去了西方倫敦 本來就打算去看粗兵的,閱兵的 但實在太擠太多人了 很多人了 都放棄了 是的,逃經過Tower Bridge 然後又去了Granwich 在這些地方 Granwich裡面有一個叫Queen House 是一個女王的屋 那裡有很多女王的畫像 所以在那裡就是了解一些英國文化的 就是這樣 嗯,嗯 之前有沒有帶她去白金漢宮? 有,之前有去過的 無論是溫沙堡 Winsler 或者是Hamilton Court Hamilton Palace 那些我們都去過的 白金漢宮也去過 西敏子也去過 聖保祿大教堂 那些全部都去過了 嗯,嗯,嗯 因為其實你說 你看粗兵那些,其實真的很多人 因為我看到,我沒有出去,我只是看一些報道 人頭湧湧很厲害 那就是,雖然你說現在 英國都叫做是,都與病毒共存 其實是,如果你用香港的標準去看 其實今天非常之危險 其實是,但是我們看到 其實阿呂王其實在她自己 白金漢宮外面看那些 就是,那些表演啊,那些慶祝啊 其實他們全部都沒有戴口罩 那不像呢 那特首啊,這個新任特首啊 李家超啊,上去北京啊 見啊,習近平啊,李克強這樣 全程都要戴口罩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是 活在一個完全的平衡時空來的 其實是,你不要說今天啦 其實平時這樣算 你一有一個操兵日子 應該是星期一和星期四 不是好像每天都有的 但是我記得星期一和星期四一定有 就是在這個白金漢宮那裏 那裏,就是那個職業 以及在那個溫沙堡也會有的嘛 那個操兵的嘛 那你見到其實現在的人是 非常之自由的啊,其實是 戴口罩的人呢 反而是極少數的啊 我想戴口罩的比例可能是 一百個裡面只有一個兩個 是啊 其實連我們也不戴的了 因為我自己呢 防守性比較高一些 一早就是 會戴口罩 因為我是有長期病患的歷史 所以去到上次見你呢 我也很害怕 你和阿龍剛剛中原招嘛 阿龍剛剛中原招 我沒事 是啊 阿龍剛剛中原招 就來找我 我也很害怕 有老有聯家 所以現在去到這一刻呢 因為家人大部分都已經中過了 那麼 大部分 老人家還沒中 我還沒中 但是兩個女兒和太太也中過 所以 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都 與病毒共存了 都一兩個月了 就不像 勞重謀所說 共父王存 事實上英國人與病毒共存 日常生活已經是 完全沒有病毒這個概念 其實 我那次見你好像 你們都 起碼你兩個女兒 和你老婆 都沒中過的 我記得那次是 是啊 差不多時候中了 見完你前後中了 不知道跟你有沒有關 不是 你說應該是阿龍 如果這樣說的話 但是那時候你去了巴黎 我記得之後 你那個星期是 哦 之後就去了巴黎 那就是在巴黎患病 是不是 不是 應該是去巴黎之前 哦 那巴黎之前 巴黎之前 巴黎之前 就 過了關 就是 沒有事了 是的 其實是的 之前兩個禮拜 都連續三個禮拜 都自家遊出去玩 不是說 現在這個禮拜 在哪裏都是 人頭湧湧 就是非常之多人 反而我們上次就是去 康和那邊 阿龍就去住那些 就是很多人住那些 康和那些 康和那些 是的 有個中國人 就跟他說 就憤憤不平地跟他說 唉 很不開心 我被人歧視 這樣 那你被人歧視你 也會有個理由的 那為什麼呢 那原來他戴口罩 那他戴口罩 然後就被人用一個宗字指著 那樣 這個他又很不開心 他這樣叫被人歧視 那這個情況就好像 回到有肺炎之前的事情 那你有肺炎之前 你在歐洲大陸 在任何地方 如果你說好好的 自己戴口罩 那些人會看不過眼的 那雖然你說現在 就是英國的疫情 其實如果你看到數字來講 一直都沒有怎麼說跌過下來的 其實是 就是很平穩地過慢的 那但是就 你看到就是 那些人是不怕的 完全就是 完全兩回事來的 如果你說就這樣說 你說今天這樣算 都跌了很多 其實這幾天都是六七千 就是五千 今天就是五千 很平穩地去的 但是香港這邊 我就知道 其實就是 現在那個疫情就升了 早前就是 上個星期就二百多 這樣橫行 但是我看到好像 這兩天 就去到四五百了 其實是 如果你說就這樣看回 香港的第六波疫情 就到了 但是就很淒慘 那樣東西 雖然你說現在是端午節 但是就 都不敢說排龍洲 對不對 那 照伯女金人 你今天有沒有 怎麼去 端午節 你有沒有慶祝 沒有啊 沒有啊 沒有,就是沒有機會 我本來也想著買一隻總席 但最後也放棄了 如果你買了總席 我想去 pickardillycircus 旁邊的唐人街 是 其實 或者待會 念首楚辭 紀念佩屹園 對啊 是啊,其實現在這些大時大節,就是傳統中國節日,你會不會跟兩個女兒說一下現在的端午節會跟你重溫呢? 因為你現在學校已經沒有那麼多了 我跟女兒,大女兒大一點,六歲七歲,小女兒太小了,當然不會聽得懂 大女兒我是無時無刻都跟她說一些知識的,譬如說 好像今早看新聞,看到四川地震,她也問我什麼叫地震,我就跟她說什麼叫做地球移動,跟她說板塊移動 所以每一天我都是講知識的,剛剛經過Tower Bridge,我又跟她說一下Tower Bridge的歷史 經過路過Queen House,我又跟她說Queen Elizabeth 是什麼時候開始做Queen,為什麼會做Queen,如果死了之後誰會做Queen,我都會跟她說一下 所以端午節那些我其實不斷在生活中也會跟她說 這個是我自己教學的宗旨 這個叫擔水劈柴,街時修行 就不需要特意坐定定,好像香港那些補習式,我就不喜歡那種 那當然了,如果你有任何事情要入腦的 尤其是家教,其實家裡的教育 你說教到一些傳統節日的節目,這些什麼東西 其實是不容易的,因為我不知道,如果你說教女和教兒子有分別 教兒子來講,就是我那個年輕人,其實是非常之百厭的 如果她坐定定地跟她說這些話,她是聽不入耳的 反而這些可能很指望這個學校會教她 但現在學校不教了,學校已經沒有中國節日了 她還記得是會吃種的 譬如你說這些日子,大時大節,今天才會跟我媽媽 那就是會有一個時像,跟我講一聲端午節快樂,這些話 那其實現在就很方便,以前就不同 以前就是你要做這些越洋的,你說打電話 那其實你都是兩聲而已,那現在完全不同了 那其實除了這個端午節之外,那就是 接下來是星期五,星期日應該這樣說,後日就是六四 六四呢?六四有沒有怎樣跟她說一說呢? 其實這個…她就太小了,這個很難 我想起碼是十幾歲,因為現在太小了,她就不太理解 嗯,因為六四是始終是一件很殘忍的事情 是 如果你說,你講回自己媽媽的國家發生過的事情 我想如果你說,可能沒有十歲 其實她也沒有這樣的能力去接受到這件事 那… 我自己反而記得,我是六四的時候,我還是很小 就是在家電視上,我媽媽抱著我看電視的新聞片 看一些直播 那時候就是我媽媽就是 哭起來了,我也問她什麼事 那時候很小的,後來過了一兩天就大遊行 那我爸爸就拿著貨車掛著黑布 那我就在貨車上面,一起參加了一個 就是貨車的萬洗大遊行 那這個我自己反而記得很深 所以那時候我也很小而已,十歲八歲而已 但是… 記到三十多年後了 那這個也33年了 三三不盡,六六無窮 今年是33周年 十歲八歲,我想我那個年紀跟你差不多了 因為我記得那時候就是我八歲 就是小學三年班 嗯 那如果你說回到學校的話 那就是我們那家學校都是基督教學校來的 那就是禮拜堂啊,早上那些時間 那老師會帶領祈禱啊 那但是就… 那就是我剛剛我今天都跟我以前中學老師說過 就是其實是WhatsApp過啦 那他都是… 以前我們都是基督教學校 我記得其實他那時候就是… 以前的學校就是會跟你說這些說話的 那就是… 連老師那時候都會哭的 都會約了跟你去說 那個事件是怎樣發生的 那但是我們那時候是沒有這樣的能力去接收的 其實是… 我和你都是差不多年紀啊 那時候我八歲 小學三年班 這樣… 就是無論你是… 學校也好… 就是你說家也好… 一看電視 其實… 甚至是連報新聞那個都哭的 其實… 那但是就… 我覺得我們這一年呢 其實始終是第一年… 在英國… 很多… 我們要… 第一… 就是節日啊 中國節日也好 紀念日也好 都是第一年呢 就在英國裡面過這樣 那其實… 當然你說在… 以前在香港就很方便啦 對上一次… 如果你說維園的燭光 其實已經是兩年前的事了 已經是… 那… 就算是兩年前的事 就是… 如果這樣計算2020年… 那時候也是要… 就是… 警方都不批那個不反對通知書啦 那… 那… 我們就算去維園都好 其實都是冒著一個… 被… 這個… 馬八色恐怖進去的 那… 那時候是… 最後一次集會 那… 那次最後一次集會 那… 結果是怎樣呢 那… 我們知道啦 即は… lä関支聯會 呀… cuest Whoo… rotnellate water 這麼多馬86000你… 那… 我們就是… 那吧 其他人呢 那些生 probably 那些人都有提到… 我記得當時每年的六四前夕,學界和中生代民主派的人士都會有一個爭拗,究竟應不應該悼念 當然應不應該悼念我們現在很清楚,如果你說以前有個陰謀論的 甚至上個星期我參與線上的討論都講過一個問題,六四好像跟香港人關什麼事 你說年輕的一代人會這樣想,跟我們沒有關係,因為他們出生的年紀真的很小 我們那時候八歲,但是八九的時候,現在很多年輕人其實是沒有經歷過的 他們也是看回以前的報紙,以前的新聞,以前的歷史才知道 即六四已經變成了一個歷史,第一就是變了歷史,自己沒有經歷過 第二就是開始跟中國的關係疏遠 很多人就覺得,我不是中國人,是香港人 中國發生的六四其實是一個隆國的事情 所以我們有沒有必要去悼念呢? 趙波,你現在再想起你有什麼看法呢? 我覺得可以從兩個角度去說 第一,即使你的身份認同是如何 六四事件是一個普世價值的事情 這個普世價值可以說是繼承五四運動 這個德先生、蔡先生的思潮而發展來 因為在中國大陸,49年以後政治的低壓 所有的運動都是被運動的 但是六四是極少數 當然還有的,譬如說四五事件 六四事件,這些可以說是自發性出來的運動 以悼念胡耀邦的逝世 開始因為國際的關注 戈爾巴喬夫恰巧來到中國 破兵之旅 自從克魯曉夫之後 中蘇交惡 克魯曉夫來了 國際記者就聚焦在這裡 不走 因為發覺還有一件更大的事情 在醞釀天安門的學生運動 所以天安門學生運動爭取的就是反官島 反腐敗 反貪污 後來再慢慢變成有民主中國的訴求 所以這是一個普世價值意義的事情 不論地方 但是當然 為什麼我們會比較關心 因為同心原文化 同心原文化就是我們當然關心我們自己家人 再關心我們身邊的人 所以先不要理會你身份認同國籍的問題 六四事件如果認為是不值得悼念的 當然有你的選擇自由 但是你否定別人去悼念 攻擊一些悼念的人 這是違反普世價值的 這是我第一個觀察 第二個觀察就是 本土思潮的興起 我也很認為是香港衰落的一個轉捩點 因為香港之所以能夠成為今天的香港 是有它的歷史的因素 就是能夠輻射大陸 吸收西方 輻射大陸 就是香港1842年開始以來的宿命 無論是孫中山、鄭觀應、唐庭書、河東、河啟 一代一代重要的學者 都是透過香港去輻射大陸 或者革命家 楊渠運 這些六號東 全部都是這樣的 後來的省港大罷工 那麼 這就是香港的歷史宿命 到了戰後 就是用經濟的方法去輻射大陸 戰前就是用這個思想 到了近十幾年 本土的思潮認為 大陸的事情與我們香港人無關 正正就是香港 找不到自己的歷史定位 當然歷史定位是可以轉變的 但是這個急轉 就讓香港失落了 跟大陸的關係切割了 有人意圖的切割 你跟別人切割的時候 別人當然覺得這是 第一是情理所在 第二是利益所在 別人就會拼死打你 所以其實這是一個互動來的 挑戰與回應 當然 內地北京的政策 也導致雙飛 或者是新移民政策 自由行政策 導致本土思潮更加彈起 所以這個博弈之間 導致香港的命運急速走向死亡 這就是我對香港歷史的解釋 本土思潮不是一個原因 但是它是一個特徵 一個顯像 就是證明到整個香港 又吸收西方 輻射大陸 變成切割 就是讓香港 一個見證了 一個衰落 死亡的一個過程 嗯 但是問題就是說 我想可能 如果說道理的話 年輕人可能有點反駁到 但是其實那時候 他們可能面對另一個問題 就是搶資源的問題 也是 因為 年輕人來說 尤其是近幾代 他們面對來自大陸的挑戰 和資源的爭奪 可能比起我們那個年代 是更加尖銳的 因為 雖然他們經常這樣說 你說150個 天天下來 這樣 但是當然這個裏面有很多 中港婚姻的元素 其實有很多年都用不足 其實 只是某一兩年才用到150 我記得這個問題 我以前也跟何在人談過 第一 他們沒有接受過 即是沒有經歷過六四 也都開始對中國人 這個身份很抗拒 甚至乎對中國人 大陸人這個族群 就很厭惡 尤其是因為資源爭奪的問題 但是現在我想 第一 就是香港人不生 就算生的 很多都寧願是 就是會過來 有得選擇的話 第二 就是 現在湧下來的 湧下來的大陸人 其實未見到有 因為其實現在大陸的疫情 都是做得很厲害 那變成 我想這個在將來 可見的將來 就是中港通關之後 尤其是現在香港 就是做那個 基建的準備 是不是會在深圳的鐵路 直通中環 是否方便大陸人下來上班 尤其是在大灣區融合 深港同城 我想就 以前 就算在梁振英時代 都會有梁振英去說 就是香港人優先 有這樣的政策 就是這個雙非政策 怎樣去修改它 但是現在我想就不會了 就是李家超時代 就不會有這件事了 其實 那變了就是 第一 很多年輕人可能都面對自己的生存問題 都成疑問 那你還說你要悼念六四嗎 這樣 我想這個 這件事越來越遙遠 還有他跟大陸的關係越來越密切 多些交流 很多交流 其實一定是 之前莫宜端都說過這個問題 那你跟大陸的交流可能越來越必要了 甚至乎是被動地 就是要求跟大陸去 就是姐妹學校 你看到很多都開始有這個準備 那很多時候都要跟大陸 就是會有一個這樣的聯繫 那變了就 六四呢 如果在香港來說 我想就 就算有人很想說也好 但是都會負上很沉重的代價 那所以變了就是 現在我們香港人來了英國了 其實英國也不少這些悼念活動 就譬如在倫敦的Piccadilly Circus 其實他也是近唐人街一個市中心的地方 萬城有 列斯有 那 Kingston 譬如你住的地方 就有很多香港人 會不會有人 我有聽說過 我看到一些WhatsApp Group 趙太太告訴我 我沒有參加 因為我自己就很怕有組織 很怕人多 我自己就 很怕人多 OK 所以就只能夠 我看到人多我頭暈了 其實是 哈哈哈哈 是啊 是啊 所以我今天沒有出去 我也很害怕 平時 是啊 我頭暈了 我現在回到家都全身散了 我想補充一點點 就是剛才年輕人變得激進 其實我覺得是一個 所有歷史上的運動都是如是 只要那個運動沒有成績 就是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突破點 那個運動必然走向激進 因為他們就會開始紮備 為什麼會不成功呢? 就是不夠激進 如果夠激進就應該成功了 或者如果你那套是可以的 就已經成功了 所以你那套不行 就一定要反式轉移 一定要用另外一套 五四運動的時期也是 五四運動的時期 就是阿富斯蓮帶隊北京大學學生遊行爭取和平的訴求 不行 結果有一批學生 北施大那批學生走出來 要燒 火燒趙家流 結果就是激進一定是Hijack了整個運動 這個任何都是 這個在法國大革命的時候都是這樣 和平不行 一定是用衝擊巴士底監獄 巴士底監獄衝擊完之後 都不行 還要用雅各賓式的專政去做革命 然後也不行 那拿破崙的復辟 一定是越走越向激進 這是必然的 如果你沒有出路就是這樣 所以香港也是 爭取雙普選不行 爭取減少雙非不行 爭取水貨問題要好好妥善處理不行 那些人不是用踢劫 用其他方法 所以一定是 好像毛澤東那樣說 有壓迫有反抗 所以我就不是主力做時事評論而已 我是做歷史的總結 歷史總結就是 他是變成激進 有他的歷史因素 但是因為他又變成激進 又會加速到香港命運的衰落 所以兩者可以說是互相影響 互為因果 嗯 但是這是香港人的悲劇 因為其實你說 這一套抗爭 如果沒有出路 就是樽頸 去到一個樽頸位的時候 就會被這個激進勢力騎劫 其實我們最近一次 其實這個 反送中沒有的 反送中沒有大台 就是如水革命 但是你說對上一次的教訓 就是2014年 其實那時候的雨傘運動 十一月的龍和道事件 龍和道事件 那時候我記得周永康被人罵 說你為什麼要衝擊龍和道 因為那時候特首板在那邊 他就說 就是 有人說我們沒有用 就是現在在那裡守住沒有用 那就衝去試一下 那就是 那就試一次 這樣子 即使他們 你說雙鶴 其實他們都是和理非的 大耀廷也是這樣的 大耀廷最速的計劃就是 坐在地上不動 就讓警察慢慢抬走 但是就是因為 激進的勢力 就不斷攻擊 就說他們是 其實是耐鬼 說他們是 消耗民意 消費民意 所以 自然就是有推波助瀾 這個連我也會被人罵 其實我從來是不認同 就是勇武激聚 但是我是沒有罵過他們的 就是我認為 就是從歷史經驗這樣看 是不合理的 或者這樣出路是 找不到出路 我是指出了那個厲害 但是他們就會用 就是很 受到一些人身攻擊 我也說 我當年在大學 在大專院校被人攻擊 其實甚至乎學校 做一些工作 去希望影響我教席 那些都不是來自建制派 都是來自最激進的勢力 所以這個就是 歷史的命運 這是無可奈何的 嗯 說說你最近的妄罪 我看到你開始 你之前就說 其實你在英國 差不多一年 沒有說怎麼主動結識朋友 其實我看到你也 也不是沒有的 我看到你跟KOL 也有聯繫 就是我要解釋 我是不會主動找人 因為這個是我自己 我經常講清楚我的情況 我自己的工作已經被做好的 就是我要照顧家 第一 第二 就是自己的房子也要處理 第三 就是我要每天讀書生活 那些時間我做不好的 所以我是來到我沒有主動 WhatsApp的任何一個人 沒有去認識任何一個新朋友 包括楊榮宇博士 楊榮宇博士 為什麼會跟我有聯繫呢? 因為我是神交已久 我很敬佩他 因為大家都是學歷史 他又從事歷史工作 他是考評局 我跟考評局交手了很多年 可以說是 因為我負責貼題 他又負責出題 所以我們是一個攻防戰爭 但是之前我就是不認識他 只是知道有這個學者 有這個人物 但是不清楚他的思想和背景 但是自從庚子科長案就了解了 所以來到這裡 我節目的上面 有網友在 chat room 問我 會不會找楊榮宇 我就是表達了 我是非常敬佩他 如果有機會 我希望向他請教 結果那一天 就好像隔了一兩天 收到楊博士的內訊 就說了情況 我就建立了一些聯繫 這是這樣的情況 另外那些KOL 譬如說是Winson 或者之前我跟他去過玩的Coco哥 或者是松仔 我覺得也是很好 因為我新來的時候 去年 他們也是很主動的電郵給我 或者Inbox給我 看看會不會有什麼需要幫忙 所以我是很歡迎別人聯絡我的單 我自己就沒有這樣的餘力去主動聯絡人 所以這次搞一個網聚我覺得很好 網聚主要是有人幫忙搞 英國管家王 所以不需要我自己額外時間 就是你之前參加過的網聚 你第一次參加過Milton Kings 剛剛這次在泰晤士河 也是英國管家王幫忙 所以admin上完全我是負責出席的 這對我來說很輕鬆的 請嘉賓 因為剛才那些KOL已經跟我建立了關係 聯絡了 有時候我也會有一些WhatsApp群 有些家居上的知識不明白 我會問問Winson 問問松仔 問Coco哥 所以我覺得是香港人來到海外 是互相幫忙很好 當然有些Hater馬上挑撥 為什麼不請這個不請那個 不請Coco哥 因為Coco哥之前就是 跟我一起去過不同的活動 已經是不同的 所以我覺得 組合上可能有些不同的 比較好一點 所以有個別的人我沒有請 有些人 這次這批人也有很多 第一次見 楊博士第一次見 松仔我第一次見 Winson因為 對上一次他 他很久以前幫趙太太剪了頭髮 所以我們 其實也沒試過出去跟他拍片 你也有找我 因為那次就是 因為我們雷丁友誼節 上個星期雷丁友誼節 我有請魯徐 但是魯徐就沒有空 我又找吳明德教授 但是吳教授跟我說原來他現在是北美 是啊 是啊 我真的跟他見過兩次 他其實也很有心 我也跟他見過一次在唐人街吃飯 是啊 我也是 老徐和另外一位朋友 搞搞的 我就跟他吃飯 另外問你 其實現在你自己有個頻道 有Patreon 這樣 你覺得來到之後 跟香港最大不同的是什麼地方呢 其實 我想 其實你也是做文科工作而已 很多都是你看歷史 看書 這些人 其實你自己敢做而已 你覺得有沒有分別呢? 分別大不大呢? 那個挑戰是 不是 香港當然找材料會比較充實一點 比較容易一點 因為譬如說我有時候 也會講很多中國歷史的專題 六四事件我講過好幾年 所以有些人說你去年為什麼不講 怕國安法 我說了好幾年 我可以講的話 我已經講完了 除非我重溫一次自己講的話 我又不太喜歡重溫自己講的話 除非有新資料 我就可以講 譬如說我以前講過 從李傑明回憶錄去講六四又講過 從英國解密檔案講六四又講過 從西班牙紀錄片的角度講過 我又講過 天安門四君子也講過 所以再講我就不知道可以 可以再講一些我曾經沒講過的事情 我想不到 所以 在香港找資料 因為我們中國歷史研究 華文資料比較充實 這裡是會欠了一重的 譬如說以前我一有不明白 我馬上衝去逢平山 就是港大逢平山圖書館 或者中文大學的中國歷史服務 不過現在中國歷史服務處都被關照了 所以很多資料可能都會散失 所以來英國真的難了 還有 在香港真的有一批志同道合的人 有時候我不明白的問題 我會馬上問 譬如說 想到哲學不明白的 我就找一些我以前在大學哲學的同事 老師 陶國章教授 我就會跟他談一次 然後談一次 我就先自己拍的 譬如說財經 我也不明白 我又可以找其他人 當然我以前找過一個Fatchan 但後來他做了騙子 這個沒辦法了 上了東章西望 好像騙了人一億 但是我也會去請教以前認識的 譬如說 可能真的困難了 難不難 其實練線就不難 最大問題就是時差 現在夏令時間7個小時 冬令時間比較難搞 也去到8個小時 所以這個我有好心的體會 因為我早前 其實我最巔峰的時間 我又跟這個 紐西蘭那邊連線 又跟香港連線 又跟加拿大連線 現在簡單一點 現在就是 應該主要也是英國 現在主要就是英國 所以就 不但有問題就是 即使我們在英國 都要連線 因為實際太遠了 其實是 你家裡去我家裡兩個多小時 兩個多小時 又不需要 過半小時 過半小時 不塞車過半小時 但是整天都塞車 幸好我上次過來的時候沒有塞車 我想我也不會在 近機場那裡整天都塞車 M3那裡很煩 M25M3 是啊 不如說說你 其實我自己 因為我今天有一個WhatsApp Group 不是WhatsApp Group 是Signal Group 都是幾個KOL 他們知道我跟你熟 又在那裡八卦 又說說說網台那些 其實我很想說我自己的感受 我自己 是剛才說過我很不喜歡有組織性的東西 所以我很不喜歡做網台 尤其是以前我在迷米做的時候 我的經驗是不愉快的 因為很多是非 非常多是非 其實我是沒有跟任何人來往的 做網台的時候 是做節目前 到一個小時 在跟別人夾題目 有時候吃飯 其他人我基本上沒有跟他聊過 但是不斷都會有人攻擊你 無論在咪前咪後都是這樣的 所以我一次之後 我和你做也沒有是非 我和你是沒有 但是有一些會產生很大是非 甚至是很麻煩 報警 又有官司 又有些人在網上不斷說說好幾年 我覺得很討厭 所以後來我覺得是一個契機 就是自己現在是可以開頻道 就不需要有一個台 但是又可以透過連線的方法 有時候和紫山和于飛和魯徐 我們這幾個就比較行得密一點 我覺得應該也是要跟你多一點來往 因為 第一在英國 時差問題就沒有這個考慮 第二就是 大家的香港人身份 在海外我經常說花果飄零 但是要零根自直 所以我們在海外應該要更多的交流 所以現在聽你說 說你開了一個新網台 香港沒有格子 所以我也要馬上跟你做個聯邦 希望 很感謝 趙氏讀書生活的朋友 都可以一起訂閱香港沒有格子 一起支持 或者整個讀書沒有格子 都可以 都可以 我們可以長期 我現在跟你提出的邀約 做一個長期的 我們每個星期做一集 可能先做八集 所以 所以希望和曹總以後多一點交流 嘗試做八集 或者 還有其他的 如果可行的 你可以提出一些建議 或者網友提出一些建議 可以怎樣去做一些聯繫 一起 有碰撞 可能會有些火化出來 可能會有些火化出來 是啊 我覺得這樣很好 因為其實 我們始終都是英國時區 英國時區 如果不是Live的話 彈性就比較高 試驗性質 如果你說讀書沒有格子 你開題 然後我去讀 然後大家在這方面交流多些心得 其實 對於我來說 其實也是一個試煉 其實 不一定說讀書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 讀書 我叫做讀書生活 所以生活 和讀書 都是 一開始我說 擔水砍柴 街市修行 這是禪中的道理 嗯 這個是不錯 因為我們以前在周末召集 其實 也合作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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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我記得 有一次你叫我看《真實的毛澤東》 是嗎 就是那個 我記得我也去看過一下 其實是 那時候就是和馬克仔一起 我們三個 有時就和蕭瑤瑤 是 那時候其實是挺開心的 很難得 我們來到英國這邊 可以再次合作 只不過用一個不同的形式 因為始終這個地方大一點 不要緊 有時間中我去讀書 跟你做一集 沒什麼所謂 是 又當下街 是 是 其實禪中挺好行的 現在也偶爾有些朋友 會上來 我家裡做訪談節目的 昨天才找到牧師上來 其實很開心的 在這裡認識到很多不同的香港人 還有 訪問到不同香港人 知道他們的故事 其實就是 我覺得 現在和以前的年代不同 不一定要有一個網台 不需要牽涉這麼多人 就是點對點 就是 對就一起做 其實有很多時候一拍即合 就簡單很多 其實是 是吧 好吧 那我們再繼續聯絡 如果現在我剛剛好 現在空了星期二的時段 我又 可以夾一下 星期二 我們 好 那我們再夾時間 好嗎 大家網友可以建議題目 建議標題 我們做八集 一個短打 看看怎麼可以 有一個好一點的 震撼性的 比較強一點 是不是 哈哈 做個比賽 看看下面誰留言 OK 是的 OK 好 謝謝你 下次下個星期二 我們先夾一下 好 下次再見 拜拜